三峡武艺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风护卫 邓久如饭殿于恩兴 且说白玉堂听蒋平之言 猛然醒悟 道 是啊 亏得四哥提拔 不然 我白玉堂岂不成了叛逆了吗 展兄快拿刑具来 展爷道 暂且屈尊五弟 吩咐办当 快拿刑具来 不多时 不但刑具拿来 连罪医罪群俱有 立刻将白玉堂打扮起来 此时 卢方同着众人连网马张兆 聚随在后面 展爷先到书房 掀起连笼 境内回禀 不多时 理财打起帘子 口中说道 相爷请白一事 只一句弄得白玉堂 欲钱不钱 要退难退 心中反倒不得主意 只见卢方在那里打手势 叫他屈膝 他便来到连前 屈膝前进 口内滴滴说道 罪名白玉堂有犯天条 恳其相爷笔下超声 说罢 匍匐在地 包公笑容满面道 武艺事不要如此 本阁自有宝本 回头吩咐展爷 去了刑具 换了衣服 看座 白玉堂那里肯坐 包相把白玉堂仔细一看 不由得满心欢喜 白玉堂看了包相 不觉得凛然敬畏 包相却将梗概略为盘节 白玉堂再无推诿 满口应称 包相点了点头 道 圣上屡屡问本阁要武艺事者 并非有一家罪 却是求贤若可之意 武艺事只管放心 明日本阁宝奏 必有好处 外面卢方听了 连忙进来 一起跪倒 白玉堂早已跪下 卢方道 卑职等仰赖相爷的弘词 明日圣上躺不见怪 实属万幸 如若加罪时 卢方等情愿纳还之嫌 已赎地罪 从此做个安善良民 再也不敢妄为了 包公笑道 卢校尉不要如此 全在本阁身上 包管武艺事无事 你等不知圣上此时 历经屠治 唯恐也有疑嫌 时常地训事本阁 较细细访查贤豪俊义 应有见怪之理 只要你等以后 与国家出力报效 不负圣人就是了 说吧 吩咐众人起来 又对展爷道 展护卫与公孙主部 你二人替本阁 好好看待武艺事 展爷与公孙先生 一一领命 同定众人 退了出来 到了宫廷之内 大家就坐 只听蒋爷说道 五弟 你看相爷如何 白玉堂道 好一位为国为民的恩相 蒋爷笑道 你也只是恩相吗 可见大哥堪称是我的兄长 眼力不差 说个知欲知恩 成不愧也 几句话说得个白玉堂 脸红过耳 瞅了蒋平一眼 再也不言语了 旁边公孙先生知道 蒋爷打去白玉堂 唯恐白玉堂年幼脸急 连忙说道 今日我等虽奉相遇款待武帝 又算是我与武帝欲为贺喜 后明日宝坐下来 我们还要吃武帝喜酒呢 白玉堂道 只恐小弟命小福伯 无福销售黄恩 躺能无事 弟也当被酒与众位兄长酬劳 徐庆道 不必套话 大家也该喝一杯了 赵虎道 我刚要说 三哥说了 还是三哥爽快 回头叫办当 快快摆桌子端酒席 当时进来几个办当 调开桌椅 安放碑住 展爷与公孙先生 还要让白玉堂上座 却是马汉王朝二人拦住 说 住了 卢大哥在此 武帝焉肯上座 一帝等于见 末若还是卢大哥的首座 旗下挨辞而坐 倒觉爽快 徐庆道 好 还是王马二兄吩咐的事 我是挨着赵四弟一出座 赵虎道 三哥 咱两个就在这边坐 不要管他们 来 来 且喝一杯 说吧 一个啼壶 一个指展 二人就得喝起来 众人见他二人如此 不觉大笑 也不谦让啊 彼此就坐 饮酒畅谈 无不清心 急至酒饭已毕 公孙策便回至自己屋内 写保奏折底 开手先续展 护卫一人前往县空岛 拿获白玉堂 皆是展昭之功 次说白玉堂所作之事 虽暗昧小巧之行 却是光明正大之事 扬肯天恩 摄幼丰直 广开敬贤之门等语 请示包相看了 善写清楚 预备名誉五谷 锦承玉揽 这次日 包公派斩爷 卢大爷 王爷马爷 随同白玉堂入朝 白武爷依然是罪衣罪群 预备召见 到了朝房 包相境内递折 仁宗看了 龙兴大悦 立刻召见包相 包相又秘密宝奏一番 天子及传旨 派老伴伴陈林 小是白玉堂 不必罪衣罪群 只要凭人服色 带领引荐 陈公公念他杀害孤安 又按就自己之恩 见了白玉堂 又支谢了一番 然后名发上誉 叫白玉堂 换了一身促心的衣服 更显得少年英俊 即至天子临朝 陈公公将白玉堂 领至丹池之上 仁宗见白玉堂 以表人物 再想起他所作之事 真有人所不能的本领 人所不能的胆量 盛心欢喜非常 就依着包亲的秘奏 立刻传旨 加封斩昭 时寿四品护卫之职 其所依四品护卫之嫌 急着白玉堂补兽 与斩昭同在开封府供职 以为府闭 白玉堂到了此时 心平弃合 唯有俯首谢恩 下了丹池 见了众人 大家道喜 维卢方更觉欢喜 至散朝之后 随到开封府 此时早有暴露之人报道 大家拒之 白武爷得了护卫 无不快乐 白玉堂换了服色 斩爷带到书房 与相爷行餐 包公又勉励了多少言语 仍叫公孙先生 替白护卫拒谢恩折子 预备明早入朝 带奏谢恩 一切事宜完毕 白玉堂果然设了 丰盛酒席 酬谢之己 这一日群雄豪聚 上面是卢方 左有公孙先生 又有斩爷 这碧香王马张 那碧香照许讲 白玉堂却在下面相陪 大家开怀畅饮 独有卢爷 有些悄然不乐之状 王朝道 卢大哥 今日兄弟相聚 而且五弟丰职 礼当快乐 为何大哥郁郁不乐呢 蒋平道 大哥不乐 小弟知道 马汉道 四弟 大哥端的位置合适 蒋平道 二哥你不晓得 我弟兄原是五人 如今四个人聚个受职 唯有我二哥不在座中 大哥也有不想念的呢 蒋平这里说着 谁知 卢爷那里早已落下泪来 白玉堂便低下头去了 众人见此光景 灯时的都默默无言 半上 只听蒋平叹道 大哥不用为难 此事原是小弟做的 我明日便找二哥去如何 白玉堂连忙插言道 小弟与四哥同去 卢方道 这道不消 你乃新寿黄恩 不可远出 况且找你二哥 又不是私访击补 要去多人合用 指你四哥一人足矣 白玉堂道 九一大哥吩咐 公孙先生与展爷 又用言语劝慰了一番 卢方才把愁眉斩放 大家豁拳行令 快乐非常 到了次日 蒋平回名相爷去找韩章 自己却办了的道士行装 仍奔丹凤岭 翠云风而来 且说韩章自扫墓之后 打听的蒋平等游平县 已然起身 他便离了陵右四 进本杭州而来 近欲游赏西湖 一日 来到仁和县 天气已晚 便在镇殿找了客玉柱了 吃闭碗饭后 刚要歇息 呼听隔壁房中 有小孩哭啼之声 又有个山西人牢里牢道 不知说什么 心中委居不下 只得出房来到这边 悄悄张望 见那山西人左一掌 右一掌 打那小孩子 叫那小孩子叫他父亲 偏偏的那小孩去又不肯 韩二爷看了 心中纳闷 又见那小孩挨打可怜 不由地卖不上钱 劝道 朋友 这是为何 他一个小孩子家 如何经得住你打呢 那山西人道 客客官 你不晓得 这怀坏小娃娃 是我前途花了五两银子 买来做干儿的 一炉路上哄着他吃吃 哄着他哈哈 他总是叫我大叔 叔 哦就说他 你不要叫我大叔 你叫我乐子 大叔与乐子 没有什么分分别 可那这娃娃到了店里 他不但不叫我乐子 连大叔也不叫我 韩爷听了不由地要笑 又见那小孩眉目清秀 瞅着韩爷 颇有望角之意 韩爷更绝不忍 连忙说道 人生各有缘分 我看这小孩子 很爱惜他 你要将他转卖于我 我便将原价奉还 那山西人道 既如此 微赠些利息 我便卖给客官 韩二爷道 这也有限之事 吉祥兜都督内 摸出五六两银子一钉 额外又有一块 不足二两 托于掌上 道 这是五两一钉 天上这块算作利息 你道如何 那山西人看着银子眼中出火 道 求就是折这样罢 哦 没有娃娃累赘 我还要赶炉呢 咱们仍赢仍赢两交 各无反悔 说吧 他将小孩子领过来 交与韩爷 韩爷却将银子递过 这山西人皆赢在手 头也不回 扬长出殿去了 韩爷反生一计 只听小孩子道 真便宜他 也难为他 韩爷问道 此话怎讲 小孩子道 请问伯伯 住于何处 韩爷道 就在隔壁房内 小孩子道 既如此 请到那边再喂戏数 韩爷见小孩子说话灵便 满心欢喜 携着手来到自己屋内 先问他吃甚吗 小孩子道 前途已然用过 不吃甚吗 韩爷又给他蒸了半盏茶 叫他喝了 方慢慢问道 你姓甚名谁 家住那里 因和麦宇山西人为子 小孩子为雨仙流泪 道 伯伯听禀 我姓等名叫九如 在平县邓家窝居住 只因父亲丧后 我与母亲娘两个度日 我有一个二舅叫武平安 为人甚属不端 一日 背负一人寄居我们家中 说是他的仇人 要与我大舅活活祭林 不想此人是开封府包相爷的侄儿 我母亲私行将他释放 叫我找我二舅去 趁快我母亲就悬梁自尽了 说至此 痛哭起来 韩爷闻听 一觉惨然 将他劝慰多时 又问以后的情节 邓九如道 只因我二舅所作之事 无法无天 况我们又在山环居住 也不报官 便用棺材成练 于次日 烦了几个无赖之人帮着 抬在山蛙掩埋 是我一时思念母亲私的苦情 向我二舅提哭 谁知我二舅不加怜悯 反生怨恨将我堂打一顿 我就气闷在地 不知魂归何处 不料后来苏醒过来 觉得在人身上 就是方才那个山西人 一路上多亏他照饮吃喝 来到此店 这是难为他 所便宜他的缘故 他何尝花费五两银子 他不过在山蛙将我捡来 折磨我叫他父亲 也不过是转卖之意 幸亏勃勃搭救 白白地叫他榨取银两 韩爷听了 方知此子就是邓九如 见他灵力非常 不由得满心欢喜 又是叹息 当初在林幼寺居住时 听得不甚的确 如今听九如一说 心内方才明白 只见九如问道 请问伯伯贵姓 银河道旅店之中 却要往何处去 韩爷道 我姓韩明璋 要往杭州 有些公干 只是道路上待你不便 待我明日将你安置个妥当地方 后我回来 再带你上东京便了 九如道 但凭韩伯伯处置 使小只不致漂泊 那便是伯伯再生之得了 说吧 留下泪来 韩爷听了 好声不忍 道 贤侄心放 休要忧虑 又安慰了好些言语 哄着他睡了 自己也便合一而悟 到次日天明 算还了饭钱 出了店门 唯恐九如小孩子家 吃惯点心 便向街头看了看 见路西有个汤圆铺 携了九如 来到铺内 捡了个座头 做了道 盛一碗汤圆来 只见有个老者 端了一碗汤圆 外有四叠点心 无非是糖耳朵 蜜 麻花 风高等类 放在桌上 手持空盘 却不动身 两只眼睛直勾勾地 瞅着九如 半晌 叹了一口气 眼中几几乎落下泪来 韩二爷见此光景 不由地问道 你这老儿 为何瞅着我这 难道你认得他吗 那老者道 小老儿却不认得 只是这位相公 有些私相 韩爷道 他像谁 那老儿却不言语 眼泪早已滴下 韩爷更觉犯疑 连忙道 他到底像谁 何不说来 那老者是了泪 道 军官爷若不怪时 小老儿便说了 只因小老儿 半生乏四 好容易地生了一子 活到六岁上 不幸老半死了 撂下此子 因四娘 也就呜呼哀哉了 今日看见 小相公的面庞儿 泼泼地向我那 说到这里 却又艳着不言语了 韩爷听了 暗暗存道 我看此老破绝成实 而且老来私子 若久如留在此间 他必加倍疼爱小孩子 断不至于受苦 想吧 便道 老丈 你贵姓 那老者道 小老儿姓张 乃家心腹人士 再次开汤圆铺多年 铺中也无多人 只有个伙计看伙 所有座头 居是小老儿自己张我 韩爷道 原来如此 我告诉你 他姓邓名叫九如 乃是我侄儿 只因幕下 我到杭州有些公干 带着他行路 甚数不便 我抑郁将这侄儿 寄居在此 老丈 你可愿意吗 张老儿听了 眉开眼笑 道 军官爷既有公事 请将小相公留居在此 只管放心 小老儿是会看成的 韩爷又问九如道 侄儿 你的意下如何 我到了杭州 玩了公事 即便前来接你 九如道 伯伯既有此意 就是这样吧 又何必问我呢 韩爷听了 只他愿意 又见老者欢喜无限 真是两下情愿 是最好办 韩爷也想不到 如此的爽快 回首在兜内 掏出五两一定银子来 地语老者 老丈 这是些虚伯里 聊算我折的茶饭之资 请收了吧 张老者那里肯受 不知说些什么话来 且听下回分解 我来说你 可以 这一天